富婆中的傻子太多了 所以片子才会对症下药 富翁有外遇了 富婆不甘心了 怎么办呢 美容 把老公抢回来 什么贵就来什么 贵的当然就是好的了 钱 老娘有的是 现在城市里 各种各样雨后村笋一样出现的美容院 整容院 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有钱女人的 各种美容产品层出不穷 各种美容术花样翻新 价格像小孩的个子越长越高 而最好用的 还是小时候用过的护肤霜 而这些天价美容术 效果也和护肤霜一样 护肤霜一合两毛钱 那时候我们班的女生经常买 那天 那名男子正在向我喋喋不休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他接听后说 有一个美容院老板路过这里 要上楼来拿货 几分钟后 上来了一个女人 风乳肥臀 浓眉大眼 红唇风润 身材健壮 相当的成熟 他就像一架播种机 让人浑身充满了插秧的欲望 女人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百元大钞 搬走了一个纸箱 男子说 你看看人家 一般就是一箱 人家钱都赚疯了 你还等什么呢 我没有钱 这些害人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要拿走说明书 说回家和妻子研究研究 男子不给 他说他们的说明书都是配套的 买一盒才能送一本 没有办法 我只好在心中 牢牢记住了那家 河北支邀厂的电话号码 走出那家公司 男子一直在身后抱怨 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小气的男子 说这样的小气男子 怎么做生意呢 说这样送上门的好生意 不做就是傻瓜 我装着没有听见她的话 沿着楼梯 一路小跑离开了 来到大街上 我找到一家话吧 按照那个电话打过去 果然是河北一家制药厂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 声音甜甜的 应该很年轻 我咨询人胎素的事情 她说不清楚 药厂的产品很多 好像有这种美容真迹 因为她们那座城市里 也有人在注射人胎素 这种女人估计就是花瓶 只能放在公司装点门面 什么都不懂 我向她要了工厂办公室的电话 工厂办公室的人 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理由是不明我的身份 我又把电话拨打给那个女子 要到了厂长办公室的电话 那家制药厂的厂长 告诉我说 他们工厂从来没有生产过 什么人胎素 而且医药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胎素 也没有什么 从人胎盘中提炼什么东西的技术 我现在还记得那位厂长的原话 人胎素是那些美容骗子 编造出来的一个名字 还有阳胎素 胎盘多胎 都是这样 这些美容骗子太可恨了 美容界流传着一句话 叫炒概念 所谓的炒概念 就是先创造出一个新名词 比如阳胎素 比如人胎素 比如黄金美容 或者什么干细胞美容 活细胞美容等等 反正大家对这个都不懂 反正信息不对等 现代医学飞速发展 美容行业自以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他们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他们说的 你们当然就不懂得了 懂了 就都成了科学家了 都成了医学专家了 所以 名词由他们随便起 他们想起什么名字 就是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看起来深奥 就起什么名字 他们有了这个新名词后 就开始大肆宣传 编造虚假的资料 在互联网和一些无良报刊上 大张旗鼓的轰炸 不由你不相信 谎言重复一百遍 就是真理 到这时候 你就相信了 你就相信这种美容方法 如何如何先进 如何如何年轻十岁 青春永驻 好了 你就会走进美容院 就等着被他们割肉吧 过段时间 这个新名词 美容法或者美容产品 被有良心的媒体曝光了 他们马上就会换一个名称 又会推出新产品 和新的美容术 继续骗人 反正此处前多 人傻 速来 你曝光的脚步 永远赶不上他们 作假的速度 美容行业是我这些年 见过的彻底无耻的行业 别禁美容院 锻炼是最好的美容 其实 很多行业都存在着炒概念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一定要警惕呀 再一次回到黑中介 见到尖尖鼻子的时候 我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人家给我介绍了工作 而我自己不愿意做 一次次跑来这里 心有愧疚 其实 很多交了钱 而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人 都会和我有一样的心态 他们在跑过两次后 就会主动放弃 但是 我想了解黑中介 到底有些什么猫腻 一定要厚着脸皮坐下去 尖尖鼻子很不乐意 他对我冷若冰霜 而我视而不见 这时候 我们比赛是谁的脸皮厚 谁的脸皮厚 谁就赢得了胜利 谁的脸皮薄 谁主动放弃 谁就吃亏 谁就失败了 我发誓 将后脸皮进行到底 尖尖鼻子拉着一张毛绿一样 漫长的脸 恶声恶气地说 如果都像你这样 一再辞工不干了 你再来找我 我的生意还做不做呢 我也恶声恶气地说 如果你能给我介绍的好工作 我还来找你干什么 我耽搁一天 就耽搁一天的收入 我故意弯着嘴角 让自己的脸看起来长一些 尖尖鼻子翻看着他的笔记本 我偷眼看到桌面上 放着一张登记表 上面有一串电话号码 我将右手放进背包里 抓着一杆圆珠笔 忙写出了这一串电话号码 女子问 新闻单位去不去 伪金 难道报刊杂志社 也靠黑中介招聘 我随口答道 去啊 尖尖鼻子说 这家新闻单位招聘记者 他写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问 这是什么新闻单位 报社 杂志社 叫什么名字 尖尖鼻子 像轰杆苍蝇一样 做出推仙的手势 你去了就知道了 当天下午 我没有去那家新闻单位 我在画吧里 拨打那些我偷出来的电话 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 截至目前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他们中 一个外地女孩 交了800元的中介费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 先交了200元 找不到合适工作后 执介所让她追加钱 说可以介绍到外资企业 她又交了500元 执介所说 外资企业一有空缺就会通知她 还有一个女孩 陆陆续续交了500元中介费 进了一家公司 又交了300元服装费 300元培训费 公司还要500元的见洗费的时候 她已经没钱交了 这些人中 最少的就是和我一样 交了200元的中介费 再看黑中介介绍的 都是些什么工作 一个女孩说 黑中介的人 在她交过钱后 一再鼓动她去做小姐 说小姐来钱快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 一个男子说 她被介绍到一家建筑公司 做搬运工 她进去后才发现 每个人要能背动三袋水泥 而这种工作 根本就不要别人介绍 受骨灵循的她 选择了放弃 还有两名女子 被介绍到地下赌博公司 刚去的那天 就看到有人打架 吓得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一名男子通过黑中介 来到了一家科技公司 公司以开矿山为由 让他们出外寄资 后来又说有什么新技术 能够把水变成油 让他们出去 拉人家人股份 将来分红 这名男子知道 这是骗人的 又拉不到钱 就离开了 一名女子被介绍到发廊后 差点被人强奸 从二楼跳下来 才逃出升天 原来黑中介介绍到的工作 都是无法见到阳光的工作 都是与黑暗为伍的工作 而这些黑公司黑工厂 也唯有依靠黑中介 才能招聘到员工 黑工厂黑中介 狼狼狈为奸 同样的 尖尖鼻子介绍给我的 这份工作 并不是新闻单位做记者 而是在一家小公司 做电话营销 电话营销 这是这几年 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 这家公司号称 是这座城市电视台的 一个部门 部门的任务就是 每天不停地打电话 不管你是哪家单位 不管你是谁 只要知道一个号码 就打过去 说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就能让你在电视上露面 就能让你们单位的名字 在电视上出现 只要你在电视上出现了 你就出名了 这家电视台 有一个观众参与的节目 就像央视的那些6加1等等 你掏了钱后 就能让你在观众席上出现 你的脸 就会在电视屏幕上出现 一秒钟半秒钟 你给更多的钱 你的单位名字 或者产品 也能出现在观众席上 那些举着的手臂上 在这家公司上班的 有30多名男男女女 但是电话只有七八步 电话统一安装在客厅 卧室里的地上 坐着躺着一些 愁眉苦脸的男女 他们中有的 翻看着比砖头更厚的城市 黄页 有的在报纸上寻找电话号码 还有的拿着一大碟 从大街上接下来的 牛皮犬广告 此前 我从来不知道 还有这样一种职业 就是不停打电话 拼命打电话 在电话中 苦口婆心的劝说 让你掏钱 这就是所谓的电话营销 据说这是一种 新兴产业 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一天 老板拍我跟着一个 40多岁的女人 去一家民营医院 这个女人说 她已经在电话中 谈得差不多了 这次就是去收钱 我心想 现在的人真好骗 只眼的方式上电视 居然也有人愿意掏钱 这个女人叫阿湘 我之所以记得她的名字 是因为小时候 看的一部小说名字 好像叫阿湘的故事 里面的阿湘是一名妓女 所以我一下子 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家民营医院 据说很有实力 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电视 和报纸上 整天都能看到她的广告 她用钱 杀出了一条阳光大道 当有人受骗 投诉于媒体的时候 媒体因为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段 就装聋卖牙 那天 我和阿湘走进那家医院的时候 看到医院的每层楼里 都有人在看病 在画家交钱 看着这一张张 病态而愚蠢的脸 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鄙视 此前 我听过很多 关于民营医院的故事 民营医院的前身 我在暗访妓女群落中写到了 民营医院的经营方式 我在以后的暗访依托群落中会写到 现在 我只说说 我听到的有关民营医院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 因为感冒来到民营医院 花费了三千多元 还没有见效 后来 在大街上的药店 买了一盒感冒胶囊 喝了两天 感冒去无踪 还有一个女孩子 刚刚刮工了 因为肚子疼 去了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说 刮工没有刮干净 有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 轻则终身不孕 重则会死亡 女孩子吓坏了 拿出了身上 所有的几千元 交了住院费 当天晚上 她的男朋友出差回来 感到不对劲 拉着女孩子出去了 第二天 去了国营医院检查 身体没有大碍 医生说 休息好 就不会肚子疼了 这样的例子 很多很多 民营医院的药 绝对很昂贵 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你质问他们 这是什么药 他们会回答说 这是自己研制的 忠诚药 这些药 吃了没效果 又不会害死人 所以他们大量 开给你 民营医院的 手术费 检查费 也很贵的 你问他们 他们会说 他们的检查机械 医疗器械 都是国外进口的 都是最先进的 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国产的 外面喷一行 外文字母 民营医院头上长脚 身上流浓 坏透了 好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无法忘记 那家 民营医院的老板娘 老板娘很年轻 很漂亮 很风骚 而那家民营医院的老板 又很苍老 很丑陋 很木讷 我估计这家老板娘 是二奶准症的 阿湘和我来到了 那家民营医院 看到有一些女人 在交钱看病 我心中充满了悲哀 我想起了那句 头发长 见识短的顾讯 为什么受骗的 总是女人多 为什么来到民营医院的 一般都是女人 阿湘打了电话 对方却说他不在医院 而在公司 原来 这些民营医院上面 还有公司 公司的董事长 兼任医院院长 公司号称 是医院的上级单位 当民营医院 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 医院被勒令关门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时候 公司还存在 他就可以换个医院名字 再开一家 重操就业 继续行骗 这家公司 位于一幢小区里 这幢小区里 居然一多半的居民楼里 都是公司 当初在北方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笑话 说是天上掉下十块砖头 砸死十个人 其中就有八个是老板 现在看来真是这样 我们走进电梯 来到了那家 隐身在居民楼中的公司 公司里有几个男女 男的统一穿着西装 女的统一穿着套裙 一个个正经微坐 挺直腰板 神情肃穆 就像即将去炸碉堡的赶死队 走过一个房间的门口 我听到里面 有一男一女在聊天 男的有四十多岁 女的有三十多岁 他们在交换自己的爱情观 那名女子说 我找的老公 一定要非常的有钱 没有钱 我是不嫁的 听到这句话 我感到很震惊 向里望去 我看到那名女子 染着酱红色的头发 脸上有几颗讽刺 即使穿着正装 也没有看到 她的漂亮在哪里 那名男子说 我要找的老婆 一定要有房子 因为我没有房子 她还不能要求生孩子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我听后更加震撼 这个男人胖胖的 头发像领导一样 捅一下后输去 肥头大耳 体态臃肿 好几年过去了 我估计他们可能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伴侣 不过 我觉得他们倒挺合适的 都是极品 都是脑残 在一起 绝对会有共同语言 董事长的办公室很大 中间放着一张老板桌 桌子上放着几叠印刷精美的宣传资料 什么根植阳尾呀 不孕不育呀 处女膜修复啊 整形美容呀 这些都是这家民营医院的业务 每一项业务都有极大的利润空间 每一项业务都是充满了欺骗 这些在正规医院不能做的 不愿意做的 或者在医学上不存在的 在这里便大行祈祷 而民营医院 也正是依靠这些江湖骗术 江湖伎俩 才大发奇才 董事长很小手 两只手像鸡爪子一样 手背上还有老人斑 董事长的眼角向两边倾斜 眼睛的四周都是皱纹 脖子上的青筋 像树根一样根根凸起 苍老的嘴角 也歪斜下垂了 董事长穿着一身 鼻挺的西装 那套西装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皮鞋光亮 能照出人影来 阿湘刚刚说了我们的意图 董事长还没有说话 门外就走进了一个女人 身材高挑 年轻的 像还没有下架的黄瓜 一掐就能掐出汁水来 他说 跟我过来 然后静字走了 董事长 在我们身后说 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 宣传之类的事情 也归他管 我说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 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